每日灵修 莫安得烈 2月2日 打开心眼 经文 以丽莎祷告说 耶活华 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 使他能看见 耶活华 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 使他们能看见 王下六章十七节和二十节 以丽莎为他仆人的祷告 静蒙垂听 这多么奇妙啊 这个年轻人看到 满山有火车站马护卫着以丽莎 这是天上使者 派来保护上帝的仆人 以丽莎第二次祷告 叙利亚的军队眼睛昏迷 看不见前方 以致溃散到撒玛利亚 以丽亚在祷告 求上帝开他们的眼睛 结果叙利亚的军队睁开眼睛 却发现他们已落入敌军手中 沦为以色列人的囚犯 我们也要 求上帝打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用信心看见 他要供应教会属灵的需要 他不但用圣灵与火为信徒施进 也为天国的设立 而预备属天的福分与能力 上帝的儿女 多欠缺属灵的信心眼睛 没看到上帝的能力 要与他们同在 并给他们机会经历上帝 使他们灵命茁壮 然而 我们当求上帝 第二次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看到 这世界与罪恶的强大势力 否则 我们无法察觉到教会的软弱 信徒也没有能力 结出圣灵的果子 并领人归主 因此 我们要 特别为教会的复兴祷告 求上帝 倾倒天上的祝福与能力 让每位信徒爱主更热切 信心更坚定 灵命更茁壮 亲爱的天父 你乐以垂听我们软弱的祷告 也乐以赐下属灵的能力 求你张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看到自己灵力的贫穷 教会的冷淡 而肯谦卑地来到你面前 求你来眺望众信徒的信心 愿意毫无保留的献身给你 同心合意地来兴望福音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